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呢,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 那么呢,到了咱们桌伍的一个时间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旁边的情况 首先,欧元 欧元其实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来讲 从四小时级别的一个方向上来讲 还是一个什么空头趋势 这个非常的清楚 它还是一个空头趋势 这是一波下跌,是不是 现在在低位在震荡 这就是它短期的一个结构 那么对于一小时级别来讲 它的一个压力位 四小时可能更清楚一点 它的一个压力位就在上方这一块 如果能够给到这个压力位 咱们还是可以继续去空它 这就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欧元 可以考虑继续空 继续空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英镑 所以说呢 欧元英镑其实呢 目前来讲啊 可以看到它们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欧元是比较偏弱势 对不对 还是在一个震荡结构里面 但是英镑昨天借着这样的一个数据 它已经开始往上攻了 所以我们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英镑四小时级别 虽然说整体大的一波走势 是一波空头 但是它在昨天的一个行情之下 已经突破震荡区间 向上开始发力 所以英镑短期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逢低做多更好 逢低做多更好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那么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日内的一个压支撑位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英镑可以考虑做多 这是一个英镑的思路 那么目前已经突破 前期的一个低位的一个平台 那么目前来看看一个反弹的走势 可能更好 好,这是咱们的一个英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黄金 黄金来讲的话 整个的这个行情 其实相对来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非常的强势 是不是 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路扬 从昨天从前期的一个震荡区间里面 打了一个刺头之后 它一路向上 所以当下的黄金从方向上面 就是一个多头趋势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好,所以在思路上面 只要选择咱们顺势做多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日内的支撑位 就在这一块 黄金但凡能够给到低位这样的一个价格 就可以考虑做多 当下的方向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多多趋势 目前这一波非常的强势 非常强势 好,这是咱们的一个黄金 那么目前特别的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云游 云游的思路其实当下来讲的话 也是偏震荡 是吧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行情 它现在来讲 在经历了一波下跌之后 然后又向上反弹 目前来讲就是一波 是吧 就是一波震荡 是不是 在这个震荡循環里面 现在在折腾 在震荡循環里面在折腾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那么震荡的一个压力位 就在上方这一块 所以当方能够给到这个压力位 可以考虑继续空 下方的支撑位 目前来讲在这一块 所以说呢 云游当下来讲 不用看太远 也不用想太多 就把它理解为一个震荡就可以了 这是上方震荡的压力位 这是下方震荡的支撑位 在这个区间里面 咱们继续来回操作 好吧 行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旁边的全部的内容 相对来讲 英镑和黄金特别清楚 是比较清楚的多多趋势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好吧 新朋友们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